顶流和新近男星在我家民宿录综艺 我现场磕CP 爽得不行 兴奋地拍照片分享给我的网恋对象 一旁顶流的手机却响得不停 众目睽睽之下 他掏出手机 盯着我 语气不悦 你就这么想我跟别人谈恋爱 我有一个谈了三年的网恋对象 这天 我兴冲冲地发了一张新近顶流的照片给他 柳如烟 你看 这人和你的名字一样爱 那边过了一会儿回复 有没有可能 他就是我 我秒回 没可能 因为我见过他的样子 不好看 且挺丑的 就在前几天 我借口给他点奶茶的时候 让外卖员偷偷给我拍了张他的照片 照片中的他长得不好看 嘴唇厚厚的 脸还有点黑 看起来比我大八九岁 据外卖小哥说 他也不高 最多只有一米七 我当时就一个爆哭的动作 甚至有点想分手 我可是个严控啊 冷静下来后 我终究舍不得和他分手 三年的相处不是假的 我好像真的很喜欢他 甚至可以忽略他的丑 我只能将照片删除 自我安慰 消息来了 他缓缓打出一个问号 怎么不可能啊 我只能委婉地说 听说声音好听的人长得都不好看 这句话发出去后 他的微信视频立马就打不过来 我没接 他又打了语音通话来 我接听了 他拽拽地声音传来 怎么不敢接视频电话 你小子哪来的自信呢 天生的 切 我都回国两个月了 什么时候见一面 想到照片中那张丑丑的脸 我属实不想接受现实 老天爷啊 我只想活在自我麻痹中 再说吧 他的声音变得冷了 叶川 你再说一遍 我小小声说 最近有明星来我们家民宿拍综艺了 我得在家里帮忙 他的声音缓和一些 什么综艺 我刚刚就想和你说来着 就和你重名的顶柳柳如烟 明天要来我们民宿录综艺哦 综艺名好像叫什么美好的日子 他尾音拉的老长 淡淡说 我知道了 第二天 美好的日子节目组 一早就来到了我们小镇 节目采取直播形式 这次录节目的有新近男星一腾城 新近顶柳柳如烟 还有两位家喻户晓的老演员 以及一位综艺大咖 阵容无比豪华 以至于节目未播先虎 早早的就有一大堆粉丝手 在视频网站上等待直播 直播开始时 除了柳如烟 所有人都到齐了 众人围坐在一起唠嗑 一腾城微笑着 如烟他提前说过了这几天有商业 要过两天才能来 弹幕爆炸了 啊 诚哥知道烟姐的形成爱 他们是不是私下认识 肯定是认识的吧 烟姐赶紧来啊 承烟CP的互动一定很甜 扛起承烟大旗 这档综艺自官宣以来 就迅速成立了柳如烟 与一腾城的CP粉超话 二人虽在娱乐圈还没有什么交集 但男帅女美的 确实好客 只是承烟CP不知道是谁想出来的 不好听 一腾城身为心静男性 本人长得确实很帅 他前段时间主演的藏海花 我也非常喜欢 因此对他颇有好感 我躲在一旁咔咔拍了几张他的照片 发给柳如烟 一腾城 帅吧 当然没有帅 那边回复倒挺快 这是在你家民宿 对啊 他发了语音过来 声音懒懒的 你一直都在吧 嗯 他们邀请了我 我吹嘘道 大抵是因为我形象好气之家 所以被邀请了呢 其实是节目组本来就要邀请一位素人 我因为是民宿家的儿子 所以才被邀请了 则 那我很期待和你见面呢 你不会是要偷偷看直播吧 说实话 被他这样在直播里看到 我还真有点紧张 他却说我想多了 我又躲在一旁 将另外几个明星的照片发给柳如烟 这几个你应该都知道吧 他嗡了一声 我又打字过去 和你崇明的那个没来 还挺大牌的 听说要过几天才来 到时再给你拍照吧 语音里 他轻则一声 谁说他过几天才去的 说不定马上就到了 一个小时后 柳如烟果然到了 他到的时候 一桌子的人正围在桌前准备玩真心话大冒险的游戏 一腾城看到他来 哎呀 如烟 你提前来了呀 柳如烟点点头 忽然看向我 我一惊 瞬间一开了偷看他的视线 他浅笑着向大家解释 伤眼提前结束了 只有一腾城身边有一个位置 柳如烟顺势坐过去 一腾城又笑着说 刚好你到了 我们正准备玩真心话大冒险的 热脸贴了个冷屁股 一腾城面色也有点尴尬 柳如烟却忽然看向了我 懒懒道 这位是 我下意识抬头看他 与他深黑的眼眸对在了一起 心跳漏了半拍 刚想开口解释 一腾城抢先开了口 他是这家民宿的儿子 叶川 他看着我 缓缓勾纯 用玩味的语气说道 叶川 柳如烟只是这么看着我 重复了一遍我的名字 并没有再多说 倒是一腾城叫住了我 叶川 你去拿几瓶酒吧 等会儿用得到 我莫名其妙松了口气 跑去拿酒 还趁机偷偷拍了几张柳如烟的照片 发给了我的柳如烟 这个就是和你重名的柳如烟 你看他身旁的一腾城 是不是和他还蛮配的 我将酒拿上桌 将其中一瓶放在桌子中间 待会旋转到谁谁接受惩罚 综艺大咖身兼主持人 所以我们玩的游戏之类的都是他主持 他先转的 这酒瓶子好巧不巧的 转到了我 我选择了真心话 因为我是素人 主持人也没为难我 只问了我有女朋友了没有 我老老实实说了有 转动了酒瓶子 酒瓶文文指向了一腾城 我心下一动 观众们爱看的剧情来了 忙问一腾城要选择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他微笑着选择了真心话 身为一个合格的现场观众 我自然是要帮屏幕前的观众 问出他们最关心的问题 我思考了一下问 你有喜欢的人吗 一腾城点点头 我又问 在现场吗 他却说 这已经是第二个问题了 柳如烟坐在一旁 眼神懒懒的看了我一眼 我装作没看见 此时的弹幕 这个素人小哥哥真会问了 哈哈哈哈 不会是成烟CP粉吧 肯定是 他就差直接问腾城喜欢的人 是不是烟姐 小哥哥加油啊 下次接着问 我们爱看 又玩了一会儿 老演员之一旋转的酒瓶子 再次指向我 他问了我一个简单的问题后 我自信满满地抓住了酒瓶子 弹幕上帝兄弟们 看好了 我的酒瓶子一定指向一腾城 酒瓶速度越来越慢 距离一腾城越来越近了 我紧张地盯着他 而后 眼睁睁地看着他转过一腾城 停在了指向柳如烟的位置 你选择大冒险还是真心话 我看着柳如烟问 他眸色有黑 看着我 声音清冷而有雌性 这一瞬间 我忽然觉得他的声音有些耳熟 但我没时间多想 因为他选择了真心话 这意味着我又可以在线吃瓜了 这一次我学聪明了 我直接问 你喜欢的人在不在现场 我问了这个问题后 全场静默了一瞬 我看到柳如烟一瞬不顺地盯着我 缓缓开口 在 全场哗然 卧槽 牛啊牛啊 我看到一腾城的脸瞬间红了起来 这俩 看样子私下真的认识啊 这场内除了我就两位男性 一位年近五十岁的老演员 另一位就是一腾城了 柳如烟回答了这个问题 等于明晃晃地告诉大家 他喜欢的人就是一腾城了 而此时的弹幕也炸了 全在刷成烟CP值得 就连微博也迅速挂起了相关热搜 柳如烟喜欢的人 柳如烟本人倒是气定神险 他慢悠悠地转动酒瓶 酒瓶慢悠悠地晃 最后指向了我 他唇角微微一勾 问我是选择大冒险还是真心话 我刚刚问了他一个犀利的问题 所以没敢选真心话 选择了大冒险 毕竟我只是一个素人嘛 他应该不会让我做太过分的事情才是 大冒险是吧 他浅笑看我 得到了我的肯定答复后 他说 行 那你来亲我一下 我看着他那张笑盈盈的翘脸 猛逼问 你说什么 他却一字一句重复 我说 你来亲我一下 我震惊加莫名其妙 抬眸与他对视 他也不多审 一双黑眸沉静地看着我 一腾城开口打破了众人的沉默 如烟 你别开玩笑了 你看 都把叶川给吓到了 柳如烟却没下这个台阶 只懒懒靠在一背上 挑眉问我 怎么 你不敢 我盯着他 心中却在想 这柳如烟可真狠啊 我要是亲了他 弹幕不得把我骂死 而且 我为什么要亲他 他又不是我的柳如烟 我有女朋友了 不能这么做 我大大方方道 拿起面前的酒瓶 倒了满满一杯酒 我自罚一杯 好吧 酒至唇边 柳如烟却开口拦笑我 算了 你给我倒杯酒 你女朋友应该不会吃醋吧 他将女朋友三个字咬得重了些 笑盈盈地看着我 心情很好的样子 则 这人说话 听起来怎么那么绿茶呢 我走到他身旁 拿起酒瓶 给他倒了满满一杯酒 他举起酒杯 一饮而尽 此时的弹幕又炸了 啊这 燕姐喜欢的人 难不成是这个素人 楼上的 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 燕姐在耍这个男的吧 没看出来 燕姐连酒都没让他喝 这只是因为燕姐有风度吧 你们仔细看 燕姐看这个素人 小哥哥的眼神都拉丝了 我没看弹幕 不知道弹幕的风向 已经转变至此 众人又玩了一回 主持人念了几句广告词后 直播开始插入广告 我们有了五分钟的 临场休息时间 我靠在椅背上 给我的柳如烟发消息 在做什么 怎么不回消息啊 我跟你说 这个和你崇明的柳如烟 不是好东西 他居然想我被网报 发完又觉得我说了过分了些 毕竟他最后 还是将惩罚给换掉 也没让我喝酒 所以我将上面两条消息撤回 我给你拍点他们的照片 一旁某人的手机 不停传出信息铃声 我抬眼潮声员看过去 正看到一腾成开口 和柳如烟说着什么 他没看一腾成 只看着自己的手机屏幕 皱了皱眉 这一看 发现顶流不愧是顶流 就连皱眉都那么美 我收回视线 又偷偷拍了几张 他和一腾成的照片 通通发别柳如烟 柳如烟和一腾成 呸吧 我看一腾成好像还蛮喜欢他的 哈哈哈哈 确实还蛮好磕的 我都想磕了 男帅女美 嘖嘖 赶紧官宣吧 官宣后这综艺肯定更火 我咔咔的发消息 柳如烟那边的手机铃声 也在不断的响 我疑惑的朝他看过去 他正看着手机 随后 我看到他的脸色越来越黑 越来越黑 柳如烟忽然抬头看着我 我被他看得莫名其妙 正要转移视线 他忽然开口 语气不悦 叶川 你就这么想我跟别人谈恋爱 全场鸦雀无声 众人震惊的看看柳如烟 又看到我 我就是一整个 可能塞鸭蛋的状态 我盯着柳如烟 又看看他手里的手机 加上他这有些耳熟的声音 回想起他说的那句 有没有可能 他就是我 如果这个时候 我还不明白眼前的柳如烟是谁 那我可能就是个纯傻比了 他就是我的柳如烟 这一瞬间 我明白为什么 我的柳如烟唱歌那么好听了 因为他是顶流歌手 我是读大一的时候 和柳如烟认识的 刚开始我们只是游戏搭子 每天一起玩玩游戏聊聊天 后来感情越来越浓 我问他愿不愿意和我网练 他答应了 语音的时候我发现 他的声音非常好听 我又是个声控 完完全全就先进去了 他会唱歌给我听 我一个月前 谱了个曲子送给他 他说 有机会亲自唱给我听 他这几年一直都在国外 所以我们没有见过面 也没有开过视频 主要是我有点害羞 两个月前 他从国外回来了 他提过想和我见面 被我找借口拒绝了 我还没有做好网练 奔线的准备 万万没想到 我会这样毫无准备的见到他 有工作人员提醒 马上要进入直播了 主持人大哥也说 大家先调整一下状态 有什么事直播结束后说 我就是有千言万语 此刻也都得忍住了 镜头面前 什么话该说什么话 不该说我还是明白的 柳如烟坐回椅子上 一张翘脸黑的不行 我偷偷掏出手机 给他发信息 别生气了 我不是故意的 我不知道是你 他看了手机 但没回我 我又发了个 轻轻的表情包过去 给你补偿 他唇角微微一勾 打字过来 接受补偿 但这个不算 很快到了吃晚饭的时间 为了保证直播的真实性 晚饭的食材以及料理 都是要我们自己准备的 我们家的民宿 有厨房可以做饭 但是没有食材 我对本地数 众人便让我带头去买菜 有没有人想和叶川一起去的 主持人喊道 没人之声 柳如烟忽然起身说 我去 我默默看了他一眼 心跳有些加快 内心期待又有些忐忑 不是吧不是吧 我们这么快就要独处了吗 事实并没有如我所愿 伊藤城紧接着站起来 我也去帮忙吧 于是 我们第一次独处的机会 就这么那了 我带他们来到 离我家民宿不远的超市 深州跟着好多摄影 当然 主要是拍他俩 我们人多 所以准备吃露天烧烤 买了一大堆烧烤食材 付完款准备离开超市的时候 柳如烟转身又进去了 我和伊藤城就站在超市门口等他 有粉丝认出了伊藤城 要求跟他一起拍照 伊藤城欣然同意了 怕不小心入境 我站得离他们远了些 柳如烟刚好出来了 他与我并肩 将刚刚买的一大盒草莓递给我 我疑惑看向他 他挑挑没说 你之前说过爱吃 我耳根有些发热 小声说 可现在在直播 还有其他人呢 你当买给我 观众会误会的 他勾起食指轻轻敲我的头 误会什么 没有误会 我还是怕他被骂 要不给大家都买上 柳如烟却靠近我 同样用只有我二人 可以听到的声音说 我只给我的男朋友买 听到男朋友三字 我脸一热 妥邪了 扛起承烟大旗 现在还不确定 燕姐喜欢的人是谁呢 燕姐单单只给这个素人买了草莓 她喜欢的人是谁 不用我说了吧 一腾成的粉丝拍完照后 又走上来要求和柳如烟拍照 柳如烟还未答应 一腾成先说 那我再陪你和如烟合照一张吧 粉丝特别开心 好啊好啊 谢谢诚哥 小粉丝自顾自地站在柳如烟左手边 一腾成也走了过来 站在了柳如烟的右手边 我被逼得后退半步 刚要走开等他们拍完照 柳如烟却一把子将我拉了回来 一起 她毫不客气地将我塞在她和一腾成的中间 帮忙拍照的工作人员就在这一刻 按下了拍摄键 定格住了柳如烟拉着我胳膊的画面 也定格住了一腾成僵硬的嘴角 这张照片 被节目组放大到了直播画面中 弹幕自然又是爆炸了 有黑粉吐槽一腾成倒贴的 也有CP 粉骂我找存在感的 甚至还有不少人开始嗑我和柳如烟的 我们回到民宿的时候 其他几人已经将烧烤炉架好了 就等着我们来生炭了 两位老演员刚好是一男一名 其中的女演员说 烧烤的活计就交给你们年轻人 我们老家伙等着吃没问题了 没问题啊 一腾成温柔笑说 虽是这么说 可我马上就发现了 一腾成什么都不会 我们买的都是烧烤半成品 所以除了烤串外也没有什么活作 熄火烧炭 烤串什么的都是我和柳如烟来操作的 一腾成不会做 也不好意思什么都不做 就站在一边偶尔给肉串翻顿面 柳如烟恩了一声 烧烤架很大 我们三个人操作刚刚好 烤肉在烤架上滋滋冒油 油滴落到炭火上 木炭上忽然窜出火苗 我将手中的两把烤肉翻动得更快 防止烤肉被大火烤焦 身边的柳如烟有样学样 还不忘夸奖我 你还蛮会烤肉的 当然了 火灭了之后 烟又变大了 熏得我朝柳如烟那边转去 你看这个烟 我最喜欢烤肉上熏满炭火的味道 嘎嘎香 就是注意不要被烟熏到眼睛了 小缠祸 他忽然低声说 我脸一红 不再与他说话 只专心烤手上的肉 我手中的两把羊肉串烤得最早 此时已经熟了 我撒好自然辣椒粉 率先拿去给正做着聊天的老龄主 辛苦你们了 主持人大哥道 我笑笑 大家吃得开心就好 老演员也道 味道不错 现在的年轻人动手能力还是不错的 伊藤城忽然叫了一声 将烤肉丢在烤架上 对着身边烤肉的柳如烟喊 如烟 着火了 柳如烟懒懒看他一眼 游滴到木炭上了 你大惊小怪什么 我也走来 看被他丢下的肉串 已经有一部分被烧焦了 便准备翻烤一下 伊藤城却将我推到一边 我自己来吧 好 你注意一点 别被烟熏到 话还没说完 他又猛烈的咳嗽起来 这个烟好呛 伊藤城再次将烤肉丢在烤架上 我看了眼被彻底烧焦的烤肉 拿起来丢在了旁边的垃圾桶里 腾城前几天还在学钢琴 烤肉可别烫到手了 小声说一句 感觉伊藤城好笨了 楼上的黑子 你没事吧 诚哥是演员 又不是烧烤摊的 你家真是看谁都像黑子 素人小哥哥真比你家正主力了多了 则 他一个农村小伙子 会烤肉有什么稀奇的 腾城的手是弹钢琴的 可不是用来烤肉的 伊藤城最终和老林祖们坐在一起 烧烤架旁就只剩我和柳如烟在忙碌 叶先生 你看我这个烤得怎么样 我看他手中的土豆片 称赞 挺好呀 我个人喜欢这种口感脆一点的 是吗 那我这个就给你吃好了 叶先生 谢谢 我接过他亲手烤的土豆片 刚入口 又听他说 不客气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这女人的语气 听起来阴阳怪气的 我们将所有食材都烤好后 和众人坐在了一个桌子前 如今正值春季末 天气舒舒服服的 不冷也不热 花前月下 我们随意的聊着天 试着烤串 偶尔共同举杯喝一杯 气氛正好时 伊藤城忽然问我 叶川 你大学毕业了吗 我已经毕业半年了 你毕业半年了 不去工作 就在家里帮忙看这个民宿吗 我笑着说 也不是 我的职业比较自由 他没有追问 而是转了的话题 你这么帅 应该有女朋友了吧 我一愣 没记错的话 我好像说过我女男朋友了 他不等我回话 又说 你要是没有女朋友的话 我可以给你介绍一动 圈内小姐姐也可以哦 他们都很美的 他话刚落 我垂在腿边的左手 感觉被人捏了捏 察觉到是坐在 我左手边的柳如烟后 我脸一热 圈内的就算了吧 你说是不是啊 叶先生 我转头看他 他也正盯着我 一双眼睛漆黑如墨 看不出情绪 如果不是他的手 正捏着我的手心 我差点就以为 他在正经和我说话了 圈内的也不是不行啊 我话刚落 他手中的力道又重了些 主要是我有女朋友了呀 我刚刚说过了他 是这样吗 一腾成语气十分不好意思 我可能是喝多了 有点晕了吧 我以为这个话题就此过去 谁知一腾成又问 叶川 你的女朋友 应该不是圈内人吧 这个问题还真有些难倒我了 柳如烟刚刚才火没多久 肯定是不能被爆出来 有男朋友的 稍稍考虑了一下 我准备否认 柳如烟却先说 我刚刚听他说了 他女朋友是圈内的 一腾成脸色变了变 终于不再追问了 酒足饭饱后 主持人提一顶流歌手 柳如烟唱首歌给大家听 柳如烟欣欣然答应 好啊 但是我需要有人为我钢琴伴奏 主持人笑道 听说腾成最近在学钢琴呢 他开始朝不远处的钢琴走去 柳如烟语气淡淡提醒 我今天要唱的歌没有乐谱 一腾成的步子顿住 尴尬的笑 你的歌都这么火 手机上应该也能找到琴谱 我今天要唱的是新歌 这一句话 彻底断了一腾成弹奏的可能性 他面色僵硬地回了座位上 主持人却很是惊喜 他之前没有听说过柳如烟 要在节目上演唱新歌 事实上 节目组当初邀请柳如烟的时候 他的经纪人同意了 但柳如烟本人却是拒绝参加综艺的 宁愿赔偿违约金都不愿意参加 本来说他这几天有商演就是借口 节目组打算一周后官宣柳如烟来播的 谁知 他今日居然来了 甚至还带来的新歌 以柳如烟如今的人气 这可是能给节目增加很大热度的 弹幕同样也很是惊喜 柳如烟的粉丝开始弹幕狂欢 直播间人数也在疯狂上涨 我心里却隐隐有些预感 柳如烟想让我给他伴奏 果不其然 他叫了我 还是那声阴阳怪气的 叶先生 你来帮我伴奏好不好 主持人凭着他敏锐的鼻子嗅到了热点的味道 他稀里发问 难不成这首没有乐谱的新歌 叶川也可以弹吗 柳如烟点头 这首歌是叶先生写的 他自然可以弹 果然 和我想的一样 他要演唱那首我为他亲自写的歌了 这首歌叫做 我的恋人 我家民宿的小院布置得非常有氛围感 如今正值紫藤花盛开的时候 此刻我正坐在紫藤花树下弹奏着钢琴 而柳如烟正坐在我的身边演唱我亲自写给他的歌 他曾说过 要在我面前 亲自将这首歌唱给我听 如今他做到了 此时我的心情就如同指尖中跳跃出的曲子一般 欢快且愉悦 这首歌的曲风是甜甜的小情歌 歌词也充满了青春与活力 很受年轻人的喜欢 一曲完毕后没多久 这首歌就登上了微博热搜 紧跟着登上热搜的还有我和柳如烟 弹幕大部分都是夸的 一腾成的粉丝和刷成烟CP的 却沉寂了很多 柳如烟家的粉丝和柳如烟一样 也是会阴阳怪气的 譬如此时的一条高赞弹幕 一腾成的粉丝呢 你们家哥哥的手是弹钢琴的 叶小哥哥的手也瘦 不仅能弹钢琴 还能烧烤呢 节目直播时间是早上八点到晚上十点 其余的时间是一人休息的时间 没有摄像头直播 如今已至十点 两位老演员和一腾成都去了附近的酒店休息 柳如烟和主持人以及其他工作人员 则留宿在了我家民宿 我回到房间舒舒服服的洗了个澡后 发现手机上有柳如烟的未接视频 我没有给他回视频 而是打开了微博看今日热搜 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微博的小侦探们此时都已经笃定了 柳如烟喜欢的人不是一腾成而树 甚至连我的身份信息也被扒出来了一些 不过我清清白白的 倒也不怕被扒 只要不打扰到我现实中的生活就行 我和柳如烟的镜头 被他的粉丝们单独剪了出来 视频标题也是阴阳怪气的 你们瞧瞧烟姐这赔钱样 嘖嘖嘖 眼神都快黏在人家叶小哥哥身上了 我点进去视频看得津津有味 正上头的时候 柳如烟的视频又打了过来 我按了接听 捂着摄像头将镜头翻转到后摄像头 他用惯用的语气吃了一声 怎么 都见过了还不敢视频 我没说话 他又道 害羞了 我小声说 有点 他语气有些效应 有什么可害羞的 你之前可不是这样的 你之前和我打电话的时候可是嚣张的很 我哪有 出来见见 这话题怎么转的那么快 我虽然有点紧张 但还是答应了他 其他人已经睡下了 我走出房门 打着手机微弱的光 轻手轻脚的往院中走 还没看到柳如烟 就听到他嘀嘀的笑声 叶川 你做贼呢 院中亮着暖色的氛围灯 我借着灯光朝柳如烟走去 小声解释 他们都睡下了 我怕吵醒他们 他正坐在紫藤花下的秋千架上 秋千是双人秋千 很大 可他仍是起身 示意我坐 我坐上去 他背着月光 站在我的面前 我抬头看他 他也看我 良久 他问我 好看吗 好看 比之前想象中的还好看 完全满足了我严控的所有幻想 不说声音好听的长得丑吧 其实我说的是绝大多数的情况下 他围绕着我俩微信上聊天的内容 与我聊了一会儿后问我 怎么样 还紧张吗 我这才察觉他是想让我放松一些 心中意满 点点头 好多了 我只是没想到会这样忽然和你见面 更没想到你会是公众人物 所以一时有些紧张也是在所难免的 现在我已经完全放松了 我可是认识你快四年了 有什么可紧张的 他低笑 捏了捏我的脸 这才对吗 叶先生 你怎么总叫我叶先生 他挑眉 你不是当着别人的面叫我刘小姐吗 我听出他话外音 也学着他坏坏的笑 所以 你是不爽我把你叫生粉了 你想多了 叶先生 我看着他 继续调侃 还叫我叶先生呀 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 那叫什么 他忽然逼近我 带着微醺的酒衣 宝贝 我脸一红 虽然网恋语音的时候 他经常叫我宝贝 可如今当面被他这么叫 难免心跳加快 害羞什么 这三年来 不一直这么叫吗 可是 可是我们才刚刚见面 你是说之前的三年不算 当然不是 我反驳他 怎么能不算了 那可是我们一起经历的实实在在的三年 虽然没有肢体上的接触 但我们之间的感情可是真真的 真可爱 他浅浅一笑 拉开与我之间的距离 忽然正经问我 你介意我是公众人物吗 我认真考虑了一回 摇摇头 认真说 不介意 我只是怕 我们之间的恋情会影响你的心图 你不介意就好 说着 他做到了我的身侧 秋间随之摇晃了几下 我是歌手 不是明星 我唱歌 爱听的人听 不爱听的人不听 其他无所谓 你这个心态还蛮好的 好像和一般的明星不一样 他转过来看着我 所以 我不介意被人知道我的恋情 你呢 我也转头与他对视 他谋色认真 你介意公开与我的关系吗 我看着他 同样认真 不介意 他眼睛瞬间亮了 那我们公开 你确定 我确定 那好 好 那明天公开 明天 对 他忽然起身 双手撑着我的肩膀 看着我 轻轻说 叶川 我爱你 永远爱你 他太认真 太让人心动 我没忍住 反手抱住他纤细的腰枝 想说我也爱你 张了几次嘴都没说出口 只能将他抱得更紧一些 他也紧紧抱住我 在他怀中 我忽然想起 我们恋爱的第一年 我问他怎么都不说爱我呀 他在语音中轻笑说 叶川 这么重要的话 我要当着你的面说 我当时以为他在开玩笑 如今看来 他是认真的 很认真 柳如烟第二日在直播中 当着所有观众的面 牵着我的手 官宣了我们的关系 这一举动 无疑又给了节目组莫大的惊喜 而微博直接爆了 我趁着广告时间 偷偷看微博画风 微博上又爆了几条热搜 柳如烟官宣 美好的日子变恋踪 一腾成 柳如烟 令我开心的是 柳如烟的大部分粉丝 都是祝福的 甚至会帮我对 少数的几个黑粉 我拿手肘碰身边的柳如烟 你的粉丝还都挺可爱的 他却捏着我的手说 如果不可爱 今天就是我退圈的日子 别乱说 没乱说 我在哪里唱歌都一样 一个月的综艺结束后 我爸妈第一时间杀到了民宿 这就是你的网恋对象 我老妈打量我身边的柳如烟 是啊老妈 我老妈在我耳边说 你不是跟我说过他可丑吗 我捂住耳朵 欲哭无泪 妈 你小点声 柳如烟责了一声 叶川 我丑 嘿嘿误会 误会了 就在我和柳如烟官宣没多久后 我见到了他的小助理 他的小助理和外卖小哥 给我拍的照片上的人 长得一模一样 我当时就决定将这个 乌龙事件隐瞒到底 柳如烟很快和我爸妈打成一片 最后 甚至忽悠的我爸妈同意了明天 就和他爸妈见面的要求 我就稀里糊涂的 坐在了双方家长会面的餐厅里 我爸妈先到了 据说柳如烟的爸妈随后就到 柳如烟一直抓着我的手 我安慰他 宝贝 别紧张 嗯 我不紧张 假的 我去上个厕所 我准备起身陪柳如烟一起去 刚出包间 碰到了伊藤诚 他还是一如既往的帅气 见到我微微愣了一下 然后朝我身后走去 柳总 柳夫人 好巧啊 我下意识回头 对面站了个气度不凡的 中年男人与端庄美丽的女人 男人问 你是 我是伊藤诚呀 柳总 之前和贵公司有过合作呢 这次护肤品的代言 我觉得我非常合适 斗胆自荐一下 希望柳总可以考虑一下 中年男人一笑 不知道想起来他没 知道 小医师吧 我今天是来和亲家见面的 有什么话改天再说 走吧老柳 好像就是这里呢 女人说着 拉着男人进了我刚刚待过的包间 卧槽 刚刚的是柳如烟的爸妈 我还处在震惊中 伊藤诚却忽然走向我 叶川 你很得意是吧 我诧异看他 他接着说 不就是攀上了柳氏集团 有什么好得意的 我一脸莫名 但也明白他在说什么了 只是我没有想到屏幕前 阳光帅气的伊藤诚 居然会对我说这种话 我也不惯着他 柳氏集团 所以 这就是您一直倒贴柳如烟的原因 伊先生 伊藤诚脸色铁黑 你说什么 直播刚开始的时候 您不是一口一个如烟叫的顺口吗 可是我怎么听说 我家如烟根本就不认识您了 说着 伊藤诚居然想要伸手打我 被我一把子抓住了 省省吧 那位端庄美丽的柳夫人说 这就是我未来的女婿吗 好帅 我妈说 我就说吧 我儿子可不会随便让人欺负 柳总说 亲家放心 我未来的女婿 一点委屈都不能受 这个伊藤诚以后 绝不可能与我家公司合作 我爸说 亲家公 有名这句话 我就放心了 柳如烟则是打开门 走出来 拉着我 走吧 去洗手间 我家叶川 我一脸莫名地看着他 再看到门旁趴着的几个人后 瞬间明白了 上完洗手间后 我还是没忍住问 柳如烟 你们刚刚就在门后面看着呀 不怕我被打呀 柳如烟怂怂肩 我当然不愿意你吃一点亏 当时就要出去 可岳母大人拉住我说你能解决 让我们看好戏就行了 不愧是我妈 这绝对是她能说出来的话 看样子 我男朋友是深藏不露呢 柳如烟忽然贴近我说 我脸一热 心到 哪有什么深藏不露啊 只是练过几年散打罢了 之后 我爸妈和柳如烟的爸妈相谈甚欢 双方父母也都很喜欢我们 甚至要迫不及待给我们订婚 我不想那么早订婚 但是柳如烟想 她和双方父母的态度一样 恨不得马上成为我的未婚妻 一个月后 我答应她 订婚可以 但是要订三年之后 否则免谈 她抱住我 轻轻亲我的脸 用货人的七音说 好 都听你的 我的叶川 我围在她怀里 听她有力的心跳声 用脸轻轻蹭她的胸口 我相信 此刻的幸福 定会伴随我们永远 永远 来日方长呀 我的如烟 全文完